大家好 中国呀 要闹这乌龙 他是甘肃省定西市林兆县发生8.3级地震 照这预警信息又搞错了 他上一次搞错 那个是怎么回事 那个是四川省 就是卢州纳西区发生8.1级地震 那上次那一次是一个误报 等于现在呢 里边也就是中国大陆 昨天星期三晚上 然后甘肃省定西市林兆县发生8.3级地震 这个又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预警信息 引起来不少的民众 他这个恐慌情绪 等于这十月份的时候 他已经就连续误报两次 那么四川甘肃 就是现在有很多他那个民众通过手机 他还有电视 他看到什么 就是甘肃省定西市林兆县发生8.3级地震 然后还写什么 他有的那个手机信息显示什么 地震波已经达到本地 强烈 就是强烈 有感 然后下边这网民 他就一看到8.3级 他就害怕 他说 后来发现是误报 他说 哎呦 还好不是真的 不然真的太惨了 他说 还有人 他说网民 他说 我和四川 在四川 我和我室友差点被这个甘肃的地震预警吓得直接从这六楼跳下去 人心惶惶 他说 今晚睡不着了 我就在就是林兆啊 那么甘肃省地震局他通报他是指啊 他说部分华为等品牌手机用户及基顶核收到一条关于甘肃省定西市林兆县发生8.3级地震的预警信息 地震预警信息 经过核实啊 我省 我省定西市林兆县在该地段没有发生就是这个地震事件 具体情况在进一步核实当中啊 只有他们华为收到这种这种假的信息 这这种信息从哪出来 那么成都那四川他他他也说他也收到这个信息他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他也发文回应他说什么这个地震预警他是误报啊 这个是中国地震局啊 就是地震预警技术是他们再次误报八级地震啊 呃而且呢那这个成都高新这个减灾研究所他说什么这个是地震局 他们是预警技术误报跟我们减灾所没有任何关系 他还特别强调就是啊 就是说跟我们减灾所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我们我们不负责 你们别找我啊 你们就是谁谁弄错的 你们去找谁谁误报的 你们就是谁去负责啊 那么现在根据就是这个了解呢 就是中国地震局还有成都高新减灾所使用的就是地震系统软件他不一样啊 本月就是这两这这十月份就连续两次误报都是中国地震局地震官方系统的软件 那么这个成都高新减灾所他这个预警软件自从运行十年来啊 这一这十年当中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误报 我咱们现在就不知道中国的地震局他的地震官方他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系统 他的系统到底是谁研发的是国外买来的吗 还是说这个自己研发的 这个减灾所还有你比如你看成都这个高新他们这个减灾所 他们这个预警软件从就是这个发从研发从运行一直到现在十年了啊 从来没有发生误报这个这篇文章你你你你看成都高新减灾所他们这说的这个这个话里面啊 话里有话 我们的软件从十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误报 为什么你现在你中国地震局你的官方的软件 而且就是一个月当中发生两次误报 你们到底是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 换句话说你们为什么你如果要是用这个就是预警 你如果是地震预警的话应当是同一道系统啊 你甭管是哪个部门应当是同一道系统啊 大家看成都他这个高新减灾所 他还特意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说这么他上来他就说啊四川省地震局的误报 跟成都减灾所研究所的这个就成果无关 你看他上来就先先点出来 你这个四川地震局你这是一次误报啊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啊 我们也就是我们的研究所的我们自己的成果 跟就跟我们无关 先撇清了这个责任啊 再有一个他列举出来啊 减灾所的大陆地震预警网 从2011年公开运行十年来从来没有误报 而且连续成功预警64次破坏性地震 包括2013年四川庐山七级地震 2014年云南鲁电6.5级地震 2017年九寨沟七级地震 值得强调的是减灾所的大陆地震预警网 运行十年来经历了各种干扰 包括但不限于啊就是放炮开矿 就是打桩等各类干扰 但从没有任何因为任何干扰或者任何原因 这个误报 换句话说就是以前大陆就是他们在就是预警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是在讲四川啊 在四川就是他们在预警的时候 一直是用成都减灾所他们自己这个预警系统 但这一次就是说 呃一个月当中连续两次误报 也就是说你这四川地震局啊 你这个就是你们到底用的这个是什么系统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应当以前他们大四川 至少是四川 他们一直用的是减灾所 他们自己的这个系统 但是现在突然又换成就是地震 他们地震局又换成另外的系统 换句话就等于他们两个系统 至少两套系统 为什么要两套系统 你研发这个系统是国内自己研发的吗 还是说你从国外买来的 我不相信这个是从国外买来 应当是自己研发的 如果你要自己研发的话 你就要牵扯到就是研发的经费 所以这就是我之所以 为什么今天我要就是一定也就是要讲这个事啊 我就个人感觉到就是在这这件事 在这件事背后就是说不是这么简单的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高成都就是减灾所 跟这个地震局肯定当中他们之间有矛盾 至少他们当中有这个关于学术之间的矛盾 啊 你看他第三段写啊 地震预警 它是全自动 就是秒级响应 从理论上是存在误报可能性 值得强调的是地震预警的可靠性 包括这个误报漏报当中啊 与建设地震预警系统的机构的行政级别无关 完全取决于地震预警系统自身 换句话说 你不要以为你地震局啊 你是什么行政级别 你比我高啊 你的系统就是可靠 你的系统就准确 不是的啊 你的地震就是预警的可靠性 包括这个漏报还有误报 跟你地震局 你这系统 你的行政级别 没有任何关系啊 完全取决于什么 你这预警系统 你本身设计到底是怎么样 你的技术到底是好不好 你看他就 这成都高新 这个简单所 他就说什么 比如 你像我 他说 我们这个研究所 我们的简单研究所啊 地震预警成果啊 这个预警系统 从2011年9月 就正式公开运行以来 10年没有误报过 那么中国地震局 他自主研发的 在这个多个省地震局部署的地震预警系统 已经多次误报 换句话说 这10月当中 这两次误报 还不是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误报 或者第二次误报 在其他的往年的这个省份当中 有多次误报 他抗干扰能力有待提高 可见不仅 就是不能仅以地震预警 是复杂的庞大系统 作为误报的理由 地震预警系统的 就是误报漏报 取决于系统自身技术水平 你看这个成都这个简单研究所 他已经明确的说出来 你们那个系统 地震局那系统 根本他妈的不可靠 别看你们是地震局 别看你们的级别 行政级别比我们高 你们那套研究出来的 那个系统 经常误报漏报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 因为这个就是地震预警 系统比较庞大 复杂 你不能拿这个 作为误报的理由 我们这个系统 为什么 2011年9月开始 运行10年了 从来没有误报过 怎么你们研究出来 那个系统 就庞大 因为这个系统庞大 复杂 因为这个 就是你有误报 那我们这个系统怎么没有误报 这个 四川 他这个就是 简单研究所 跟他的地震局 肯定之间有矛盾 肯定他瞧不起 这个地震局 那么他这个简单研究所 他还写什么 我们再次呼吁 国家还有各省市 就是地震预警管理办法 应当积极支持地震预警 由省市县 分级发布 就这一次误报 本次误报 就说这个 8.3级 这个误报表明 省级地震部门发布的 就是地震预警信息的可靠性 并不比就是市县地震部门 发布的要高 不是因为你是省级的 这个地震部门 你们的可靠性就高 不是因为你们的行政级别高 你们的准确性就高 这当中没有任何联系 简单所就是地震 就是预警成果 他接着再把自己表扬 表扬一次 他说2011年9月 就是公开通过 就是市县地震部门 向这个社会服务 已经安全误报超过10年了 明白这意思吗 就告诉你 别以为你是省 或者是什么国家 这个地震局 我们都不相信 这个技术就是技术 准确就是准确 这个你就你行政级别 你是局长 你是省长 你是部长 这个当中就是没有联系的 那么他成都高薪简单所 他还是说什么 他就介绍一下 我们所啊 他是代表中国地震预警技术 在可靠性响应时间方面 已经就在这个就是预警系统的可靠性 响应这个时间方面 在2013年就已经超越了日本 中国地震预警成果 不需要向日本地震预警系统做的不好的方面看齐 四川省地震局 就是有关负责人 10月6号在回应 就是四川地震 就那次那个误报的时候啊 还举例 就2016年日本 就是地震预警系统误报为9级的地震 他如果要是举例 减灾所的地震预警成果 10年无误报啊 似乎更妥 我们啊 需要向做 我们不需要就是向日本做的不好的方面看齐 换句话说 你别跟日本比了 你说日 日本现在就是 他不是2016年 日本那个地震预警系统 那不也是误报吗 我们这次 就是也是误报 那么这个减灾所 高薪减灾所 他就跟这个地震局 就换句话说 就批评你这个地震局 你不要跟别人比烂 啊 你要跟 你为什么要跟日本比烂呢 你怎么不跟我们 就是高薪减灾所 我们这十年当中 没有任何误报 你怎么不跟我们比呢 大家现在明白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地震局 这次他两次误报的原因 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跟减灾所 他这个系统是不一样的 他根本没有用 就是说这个高薪 四川高薪减灾所 他们研发的这个系统 换句话说 他们地震局有地震局的系统 那么这个减灾所 他们有程度 有减灾所自己的系统 至于地震局那套系统 到底是谁研发的 我个人倾向认为 应当地震局 他们自己 或者他们下面相关的 就是有些 比如说 供货单位 提供研发的那个软件的 比如说那种供货单位 为什么这个牵扯到 就是有研发经费在里面 你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想的话 你如果就是从这个地震局 他这个十次 十月份两次误报来讲的话 你看一看 当初那个研发 那个经费 他走的是什么账 你就基本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就是说 他这个地震局当中 到底有没有做这个手脚 别让我 从把你们往坏处想 不是说我心里太阴暗 你们有的时候 做出来那个事 你知道吗 你不得不让人 就把你往那个地方想 你看你就是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地震局 你误报 你就开始跟日本比赖 对不对 当时这个检灾所 高清检灾所 他的检灾所 他就没说话 你这次又 又来一次 对不对 所以这次 他这个高清检灾 私权程度的高清检灾所 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才把你的毛病给你指出来 而且 现在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公众 不是说你行政级别高 你的就是这个系统就准确 你也别推脱 就说什么 因为这个预警系统庞大复杂 你以这个误报为理由 你为什么你 你就一个月当中两次误报 为什么我十年当中没有一次误报 对不对 还有当中 你这套 还是我回来 你这套系统到底是谁研发 你那钱到底 经费到底给的是谁 好吧 这段先到这儿